国内赚钱太难了 出国打工就能出人头地 月入过万 前两天不是来台风了吗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里靠山的原因 反正就是下了两天雨 然后就是今天特别凉快 在家里待着都不用开空调 什么那个风啊 搜索往屋里挂 有点冷 就是有点入球的感觉 前两天不是去了趟超市吗 回韩国之后 然后录了一个视频 我说物价太贵了 跟国内比 因为毕竟就是你在国内待时间长的话 突然间一回来 确实感觉就有点高 但是这边就是很多姐妹都说嘛 你物价高 你挣的也多嘛 就是成正比的 我看之前也有 然后就那天也有 粉丝在后台给我留言说 大明那个能不能 就是说找到我们能去韩国打工的渠道 我说没有 我说你别来 其实现在很多粉丝会对于在国外打工这件事情 有很多误区 他们以为来到国外工作 做就像拿着猪八戒大耙子 一顿框框爬钱一样那么简单 如果这事放在十年以前你来问我 我二话都不再说肯定让你来 毕竟十年前我来韩国交换的时候就挣到了我的第一桶金 就是在那里发传单 然后做饭店的服务员兼职 所以七年前我又再次来到韩国 赚了我的第二桶金 十万块钱 因为当时我确实也没啥能耐 就是一股子能吃苦的劲 但是如果现在还有人跟你说出国赚钱吧 刷盘子能月入过万 你们还会去吗 在国外的工作 其实能给到我们中国人的岗位都是固定的 说句不好听的 都是人家不愿意干的来给我们了 当然如果你头脑和运气都好的话 也可能会像我们中国同胞一样 成为大老板的人也很多呀 也有很多粉丝姐妹给我留言说 国内的钱也难挣 物价也高 但是当你背负着行囊出来的那一刻 你会发现 还是在国内更好 宁可挣五千 也不出国挣那一万块钱了 就像我爸当初刚来韩国的时候一样吧 他也以为国外的钱很好赚 我给他找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去农场摘茄子 老板夫妻俩连下大暴雨 下冰雹估计都不放过 凌晨五点也要起来去摘茄子 后来实在受不了了 换了一份工地打扫的工作 每天固定能有个八九万韩币左右 但是如果储蓄一些来回往返的费用啊 给家人买的礼物什么的 又觉得可能干了几个月 也没有见到钱一样 所以给我的感觉 不是你在哪里挣多挣少的问题 是你无论在哪里都要赚钱的同时 也都要花钱 这世界上其实没有任何一分钱是好赚的 再说韩国本土人 其实有多少个能 月入好几万的高薪者呀 对不对啊 一个公司也那么一两个 何况人口才那么点 估计也没有多少能拿到那么多高薪的 都是普通人 那按照韩国普通的人的工资的话 他的时薪 现在最低是一万二的话 也就是七十人民币左右吧 其实如果你仔细算的话 除非买偏远一点的地方的房子 如果买稍微适中心的地方 不吃不喝 我觉得要攒五百年吧 就是咱们老祖宗的话都是不会错的 小财靠秦 中财靠运 大财就得看你命了 但是呢 只要你努力了 我觉得你在哪里都能赚到钱 反正生活嘛 都是不易的 赚钱也都是不易的 嗯 够吃够喝 就行了吧 有的时候想想 反正 都得那个啥去 何况那么为难自己 且活着且珍惜吧 然后那个视频里还有粉丝说 哎呀都赚那么多钱了 在国内 回去的话就使劲花败 还在乎那点物价的问题 大家可能就对于带货这个问题嘛 就觉得我们带货主播的话 月入可以上百万 那种的 直播一次的话应该赚很多钱 但是我们在那站 从早晨九点站到晚十二点 其实将近十二个小时 中间可能会休息一两个小时 怎么说呢 就赚个佣金 也没有像大主播那样的 可以赚个 还有坑位费呀 还有什么广告费 我们就赚那点佣金 而且就是很多粉丝也会去各种博主的视频底下嘛 就是评论说就以前很喜欢他的生活什么的呀 然后突然带货了就不喜欢他了 但是带货呢 它是一个趋势 大家就是都可以去做 现在是全民带货 以前的话可能平平常常的一个人 成就了我们这些普通人嘛 然后呢 我也觉得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应该去回馈社会 所以在各种地方 比如说有难的时候 我们也会挺身而出 而且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带货的这个平台 那我们就不活着了吗 我们就不赚钱了吗 我们就不养家糊口了吗 我们不还是要去找其他工作吗 哪怕去饭店打工 对不对 那既然现在有了条件 我不用去饭店打工了 那我为什么不去领这份福利呢 今天的视频就是有感而发啊 大家都在努力的活着嘛 活在这个世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最后唠叨归唠叨 大家不要喷我就好了 其实我最应该感谢的是 支持我到现在的这些忠实粉丝们 没有你们也就没有我大米 非常感谢大家